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两次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 一次是在澳大利亚接受记者采访 一次是在向格里达峰会上的发言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官方态度 奥巴马说的有道理吗?似乎有道理 如果所有中国人想和美帝金一一样 往大别墅吹空调 看着超大家庭影院听着环绕立体声 从来没听说过量衣架只是用来烘干 到冬天全国都是暖气 24小时不关闭 出门上车呼啸而过 这些都需要能源的支撑 然而石油是最环保 最高效的能源 截止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石油消费量约3.9亿桶每个月 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是全球最大石油消耗国 美国人口3.2亿 人均1.9亿桶每个月 中国由于经济的飞速增长 中国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耗国 并仅次于美国 中国人口14亿 人均0.27桶 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7倍 如果14亿人口都达到 和美国一样的人均GDP 中国所需要消耗的能源 需要现在的基础上乘以7 即每日消耗9149万桶 这个产能意味着什么呢 整个欧佩克组织 大概能满足中国需求的40% 我们几乎要用掉 全球石油产能的90%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前 新能源的问题不能完全解决前 或者说能源问题的开发能力不能突破 奥巴马的这套理论就很有市场 奥巴马的意思是中国威胁论不是威胁美国 是威胁全世界 西方世界向来直接 如果能源有限的前提下 国与国的竞争是你死我活 没有什么温情默默 是谁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 美国政府每次挑动民意的时候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中国人抢走了你们的饭碗 好像若不是中国 全美国工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所有收购西方世界制造业项目的中国民营企业 项目基本上都死完了 所有想在美国开工厂的亚洲企业 一家都活不下来 谁去谁死 在美国搞工业 那就是个巨大的无比的坑 从来没有做过工业的特朗普 有时是糊涂的 有时可能是真的蠢 一再要求苹果工厂回美国 对此 美国技术杂志讨论过三种方案 苹果回到美国 成本将大幅度增长 失去所有竞争力 布坦·富士康四年未建成移动美国工厂 曾在巴西开设工厂 组装苹果 同样面临完全失败 顾客在接受CBS60分钟中的意思非常明确 这不是成本的问题 而是苹果没有办法在中国之外生产 中国可以没有苹果手机 但是苹果手机不能没有中国 同理 无论特朗普怎样要求 美国的企业从来都不搭理他 中国可以没有美国 美国却离不开中国 简单的中国制造四个字 是多少人的付出与努力 特朗普的工业回流美国 经济学团队做了严密的测算 以苹果手机为例 做了多少个方案 若想让苹果手机在美国生产与组装 除了要支付多出的物流成本和人力成本 还需要支付生产线建设成本 以半导体芯片为例 除了核心处理器 一部iPhone还需要蜂窝网络调制解调器 传感器 NFC控制器 触摸屏驱动器 射屏放大器和接触器等等芯片 这些芯片由高通 德州仪器 恩惠普等厂商提供 他们的工厂分布在中国 韩国 日本 德国家 以上这些 美国通通不具备生产能力 而底层的原材料供应商 全部不在美国 意味着 这些工厂全都要搬回美国 为此 他们需要大量工业设备 用来建设一套完整的半导体生产线 整体投入规模近百亿美元 或者更多 问题是 投资这些产业 在美国将都不挣钱 谁来干 所以 那个曾经GDP几乎占全球一半 这个在全世界修满军事基地 海外驻军的三十万的美国 到了今天 感染一百万人以上 依然不能实现口罩的量产 但今天 七十年的不懈努力与奋斗 苍天终不负中国 如果患者需要养尽 中石化 长林链化 可以产出纯度为99.8%的优质医用氧 每天可以稳定运输50吨医用氧 到武汉 缓解氧气的供应问题 如果医患需要口罩 中原石化 海南链化 立刻开始调整产业结构 开始生产聚饼锡 1.32吨聚饼锡 可以产量33万个口罩 1500吨聚饼锡 就可以生产5亿个医用口罩 如果我们不是工业国 谁能想象得到以前做汽车的比亚迪 做手机的富士康 最快的时间出来十几条口罩的生产线 一天就能生产上百万个口罩 就算有产能 又上哪儿去买溶喷布和耳带呢 到今天强大的中国基础建设 让300多家不同的企业同时开始协作 让全国的资源快速的汇集 10天的时间完成医院建设 而在同一时间 美国疫情出现失控迹象后 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凸显 近日 美国纽约州长科莫 在发布会上 手持一只N95口罩 质问在场的全体议员 令我难以相信的是 在纽约州 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连材料都造不出来 都要通过竞价的方式 从中国采购这些材料 我们还互相争抢中国的材料 这些不是什么复杂的材料呀 是啊 你们凭什么能做出口罩呢 中国现在口罩和呼吸机的高速量产 是多少人的奋斗 和几代中国人在基建上的努力 那个时候 你们正在大空调的别墅里吹冷风 夏威夷海滩度假 在华尔街轻松动动手指 收割数亿美金 那个时候 你们认为多数产业 没有华尔街的利润来得更快 从来没有想过去做这些项目 所有医疗相关的基础供应链 在美国都基本找不到 因为不挣钱 的确 这些基础设施 只能对穷人有帮助 但是穷人在美国 有谁在乎呢 世界终于公平了一次 苍天终未赴中国 今天 全国共提供出口的主要防疫物资 712亿元 其中 护袭机5万台 而中国的口罩 防护服等 防疫物资的出口快速增长 带动纺织品出口增长 5.9% 小编之前谈过 全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将离不开中国企业制造的基础产品 全球多国派飞机前来 自提货的现象进一步说明情况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停机品已经呈全世界货机展示厅 市军货运航班超过200次架 已经超过往年量值 仅防疫物资一项 截止4月中旬的一个月来 已经累计运输1万多吨 与此同时 一些经济体也能够成为 获得中国企业生产的口罩等 医疗物资 而表示感谢 其中就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22日报道 加拿大公共服务秘书罗尹 向中方的配合表示感谢 称两国有关部门 正在物资采购问题上密切合作 二战时机 美国制造响彻全球 今天这一幕再也不会出现 而将永远属于中国 美国非常清楚 如果爆发危机 拼的是后方的资源与制造 如果再次爆发危机 美国缺胳膊少腿的制造业 再也无法支撑 当年是你们自己好意勿劳 将自己所有认为 不挣钱的核心工业给了出去 新崩英747-8 洲际飞机的供应商 中出现多家中国厂家身影 如西飞 成飞和宏都航空 分别负责747-8的垂直尾翼 复翼 扰流板 48段部件等的制造工作 资本毕竟是逐利的 国家的好坏与我何干 美国一边享受着 中国制造给自己带来的优业生活 一边怒骂中国 抢了他们的饭碗 今时今日 没有中国 美国崩得更快 美国说 14亿中国人将是会对美国的威胁 说的不对 其实 我们没有兴趣去关注他们说的对不对 中国今天的一切 是几代人的努力 奋斗与付出换来的 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现在中国通过自己的勤奋 努力与征程 换来了全世界的共同进步 让原本昂贵的工业品 全球得以享用 西方告诉世界 中国人的勤劳是对世界的威胁 去你的吧 从2015到2018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 始终保持在26%以上 但2018年 这一比例达到了28.25% 接近美、日、德三国的总和 此外 从2015到2018年 全球制造业增加值 总共增加了1.94万亿美元 而中国一个国家 贡献了0.75万亿美元的增长 占了38.8% 毫无疑问 从宏观数据来看 5年来 中国全球制造第一大国的地位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为全球制造业增长了提供的 关键的推动力 中国的内外政策 以稳为基础 不考虑疫情的影响 2030年 中国制造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0% 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离开中国 全球工业瘫痪或崩溃 西方世界那么牺牲资本 走社会主义道路 要么牺牲美国 美国一边看着自己落后的教育 医疗不公平的制度 一边看着中国制造在不停地增长 一边只能无奈地抹黑中国 奈何大势已去 无可挽回 我伸开的双手 会拥抱朋友 也会毫不犹豫地指起利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